各位朋友大家好 习近平上台一晃就已经快七年了 他这七年的执政我们可以用两句话来总结 就是政治100分,经济0分 政治100分并不是夸奖说他政治搞得好 有水准可以打满分 不是的,而是说他把百分之百的精力都投入到政治上 尤其是投入到搞政治斗争方面 而在对经济的关注,在经济上的投入几乎是等于零 现在中国的经济可以说是急剧的下行,百业凋敝 那么这种情况习近平是难辞其咎的 当然了,中国经济下行有诸多方面的原因 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 有内部的原因,也有国际环境的原因 不能全怪他 但是你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 尤其是在中国这种经济体制下 他不是像西方,像其他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 健全的自由市场机制那样 经济有它自然的波动的周期 不是的,中国是权贵资本主义 中国政权它是有强力的手段 可以掌控经济,可以操控经济的 那么这个时候,这种状态下 经济下行,政权难辞其咎 党魁政权的首领难辞其咎 所以说习近平要负主要的责任 那么现在呢,经济下行到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 2018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6% 实际上可能远远不到6% 中国有一个前农业银行的经济学家 叫向松作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发表过一个演讲 这个演讲当中透露出来一个信息 说中共顶层的一些经济学家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大家聚会一起讨论经济问题 他们得出的数据是 中国在2018年的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可能性 只有1.6% 那甚至是有可能是负增长 2018年是如此 2019年可能就更差了 大家都知道2019年的状况比18年又差了很多 现在大家到处去看一看 尤其是在经济最发达的那些地方 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去看一看 有多少多少的商店 成条街的商店都在关门 整个一片一片的工厂都在倒闭 很多大量的工人都在失业 尤其是那些农民工 他们在失业 那么失业了之后 家庭的收入就会下降 甚至收入就会断绝 就要靠以前的存款来过日子 能够坚持多久呢 更何况现在是乌漏偏逢连英语 收入在下降在减少的同时 支出还在不断的增加 尤其是每个家庭必须支出的那一部分还在增加 那就是食品价格还在继续的上涨 所以中国现在经济实际上是陷入一个执胀的状态 就是经济发展是停滞了 但是物价还在上涨 通货还在膨胀 这是最让老百姓难受的一种状态 在物价上涨里面呢 上涨最迅速的那一部分呢 就是食品 食品价格比去年上涨了10% 但是食品里面呢有很多种啊 有一种是这个主食大米和面粉 这一部分的消费在普通老百姓里面呢 占他们消费的比例并不是很大 大部分的食品消费是在哪一方面呢 是在蔬菜水果和肉蛋奶方面 这些食品涨价的幅度 那就比主食涨价的要更多 蔬菜大概是涨了百分之十几 水果涨得比蔬菜更多 涨了百分之二十四 而肉类那就比蔬菜和水果涨得更多 涨了百分之三十 在肉类里面 中国人最喜欢的消费量最大的是什么呢 是猪肉 猪肉价格涨的是最高 涨了百分之四十六点几 那有一些地区甚至是超过了 涨了百分之五六十六七十的都有 有些地区的猪肉一斤呢 已经达到了五十多块钱 这样的价钱 这对普通人呢 是很难很很难承受的 所以网上面呢 现在显示出来有个地区啊 有个人搞行为艺术 他说我是富豪 什么标志呢 他就是在脖子上面呢 挂一块猪肉 吃得起猪肉啊 现在已经是富豪了 那有一些地区的这个学生啊 他的学生成绩非常好 得了奖 讲他们什么呢 讲每个人讲一块猪肉 这就是说明了 现在猪肉已经呢 贵到很多很多人消费不起的 这种状态了 这种状态 现在中国经济的这种乱象 这种啊 败象 中共他难持其咎 但是呢 他们不想承担这个后果 他们想把这个后果转嫁给老百姓 他们怎么说呢 习近平说了 大家要过苦日子 准备过几年苦日子 王岐山呢 说的更邪乎了 说啊 我们准备吃草 吃草 他们想让老百姓吃草 跟他们一起啊 共度时间 来度过今后几年的 经济大衰退 甚至是大崩溃的 今后的这几年 但是这种想法 可能吗 老百姓会接受吗 我告诉你们 绝对不会接受 即使是你们 无论怎么样的 用共产主义的思想来洗脑 都不会接受 你们再这么继续涨价下去 老百姓不会容忍 一定会起来造反 不要以为啊 共产主义啊 就能够啊 真正的控制老百姓 控制不了的 猪肉这个价格涨价 在历史上 那可是啊 曾经打败过啊 一个大帝国的 这是有先例的 那我现在就来跟大家讲一讲 在1980年 那个时候世界上最大的帝国 最大庞大的政权是哪一个呢 就是苏联 共产主义政权 它不仅仅是控制着俄罗斯 和这个苏联的这个自己的版图 而且它还控制着周边的很多很多的国家 包括一些欧洲国家 那个时候啊 波兰就是苏联大帝国里面的这个一部分 那么波兰人呢 到了80年的时候啊 就发现经济危机来了 经济危机来了 统治阶层当然是不想承受这个经济危机的这个后果的 他当然要把它转嫁给老百姓 怎么转嫁呢 就是提高物品的价格 提高物品的价格 尤其是提高食品的价格 让你们老百姓呢 少消费一点 80年的8月1号 他们就宣布了提高这个食品价格 尤其是提高猪肉的价格 猪肉价格一下子涨了很多 到了8月14号啊 波兰的老百姓就不干了 那有些地区就开始罢工了 第一家罢工的就是波兰格旦斯克的列宁造船厂 工人就是因为猪肉价格上涨的太快 大家不干了 消费不起猪肉了就要罢工 那么罢工了之后呢 他不停留在要求猪肉降价这一方面 别想的那么美 你罢工了我就来跟你降价 没有的事罢工了 工人呢就提出了顺便提出了很多很多其他的要求 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 在共产主义这个阵营里面 所有的这些对老百姓不利的东西 不要以为大家不知道 大家平时憋在心里面 只要人群一聚集起来 大家把各种各样的不满 全部都表达出来了 各种各样的诉求全部都提出来了 那么猪肉涨价 这只是其中的不满的一个导火线 后来这些罢工的工人就拥戴瓦文萨 这是一个罢工的老手 工人运动的老手 拥戴他来作为领导者 那么他确实是领导有方 把隔旦时刻列宁造船厂的罢工的这一套 马上传到其他的这些工厂 鼓动着很多工厂一起来罢工 然后呢成立场季罢工委员会 后来觉得这个场季罢工委员会这个名称不够响亮 不给力 他们就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团结工会 这四个字啊在历史上 那可是响当当的 是载入史册的这么一个名字 团结工会起来了之后 他们呢不跟苏联人不跟波兰傀儡政权硬碰硬 那时候啊波兰是苏联在对抗西方的这个前线 苏联的机枪坦克那就是遍布波兰各地 但是呢团结工会的人不跟他们硬碰 大家不上街游行 不跟政府啊去产生这个直接的冲撞 大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组织 在一年之内他们就把团结工会发展到一千万人 把组织建立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大家不要以为呀组织只有共产党会搞 实际上任何人都能搞组织 只要你有这个组织的意识 反对派有组织的意识 这个组织就发展起来了 团结工会的那批人 他们并不是什么三头六臂的人 瓦文萨就是一个电工 但是他有这个组织的意识 所以说团结工会一年之内就发展成为啊 一个庞大的强大的组织 比波兰的傀儡政权呢 统一工人党人数还要多三倍多 到了那样一个规模 到了那样一个组织的程度 那么团结工会已经是立于不败之地了 因为你不管你抓多少人 甚至不管你杀多少人 他总是有人会替补上来 当一个组织蒸蒸日上的时候啊 大家是不怕牺牲的 所以那个时候苏联人啊 波兰奎的政权也采取了强烈手段来对他们进行镇压 一次就逮捕了一万多人将近两万人 但是很快这些被逮捕的这些领袖 他们很快就有了接班人 组织照常的运作 虽然是已经转入地下了 但是呢 已经不能被打败了 那么他们就一直坚持 坚持到后来苏联内部出现了问题 共产主义他在任何地方他都是不能够保证经济持久的长远的发展的一定会出问题 而且共产主义政权他们内部啊也一定会出现分裂 在经济蒸蒸日上的时候啊 在版图逐渐扩大的时候 他们内部好像显得很团结 但是一旦处于低潮时期 内部的这个分裂就显现出来了 内部一分裂他们整个帝国看似庞大 但是已经失去了力量 已经失去了统治的基础了 那苏联是如此 中共也是如此 大家不要看中共现在啊 好像有九千万党员啊 也几百万军警 好像是很庞大 不要以为他肩不可摧 他实际上啊 这一座大栅已经是千疮百孔 外表华丽 但是内部已经是腐烂透顶了 只要一根柱子折断了 一根横梁折断了 整个大厦顷刻之间就有可能坍塌 这就是中共现在的这个现状 所以说大家不要妄自菲薄 以为人民没有力量 人民有力量 波兰人民当时就是因为猪肉涨价 就把一个大帝国最后啊 给吹垮了 那波兰的团结工会 到了八九年的时候 再发动全国大罢工 迫使波兰的傀儡政权 坐下来跟他们谈判 迫使波兰傀儡政权 同意进行大选 那么在大选之后啊 波兰团结工会就顺利的执掌了政权 而波兰的这个变革 就导致了苏联帝国之类的 一系列的这些国家呀 就接连发生变革 成为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块骨牌 那一直到持续到九一年 苏联本身自己也倒台了 那这就是整个帝国最后因为猪肉涨价而被打垮的一个势力 一个历史上的势力 所以说中共啊 现在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呢 是固若金汤 中国老百姓也不要以为自己啊 现在是软弱无力 大家只要这个过程一旦启动起来 万事开头难 一旦开了头了 那么今后顺利的发展就是指日可待 那现在呢 中共现在啊 这个马上就要举行这个十一的这个大庆典 这个大庆典呢 现在危机重重 所以说他们现在非常非常的紧张 在全国各地啊 都已经呢 发下去文件了 要大家把十一期间的这个维稳 当做重点中的重点 现在所有的维稳机构都已经动员起来了 24小时值班啊 加班加点不能够休息 怕的是什么呢 怕的就是在十一期间老百姓 表达他们的不满 提出他们的诉求 他们这一次十一 他们也已经说明白了 就是这次十一 如果是各地出现了群体性的事件 群众集体抗争的事件 是不能够采取强力手段来进行镇压的 因为现在这个互联网环境下啊 一旦这个镇压的这个情形暴露出去 这就可能引起其他地区的这个强烈的不满 大家就有可能把小事画大 所以说他们这一次呢 是要采取安抚的怀柔的政策 来对待这些群体性事件 他们呢尽量的能够预防 能够阻止那就更好 如果是阻止不了了 那天真的上街了 他们就会采取这个安抚的手段 用经济手段来解决 就是你不是要钱嘛 我们就给你钱啊 你不是要提出这样的诉求 那样的诉求嘛 我们就尽量的满足你的一部分的这个诉求 全部满足当然是不可能 他们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呢 他们会满足一部分的诉求 这样子呢 就保证十一期间的啊 这个他们的大庆 他们的庆典能够啊 顺利过关 所以十一的时候啊 这是一个维权的好时机 香港现在啊 已经形势已经非常明了了 香港的抗争一定会持续到十一 而且十一一定会出现大规模的抗争 可能是一百万人 可能是两百万人 甚至有可能是更多 这一次的十一 大家都已经憋足了劲 在香港 中共是已经彻底的没戏了 现在就看国内 国内如果老百姓这个时候起来 跟香港互相呼应 那么中共啊 他们就会竭尽全力 来平息 用他们所有的 这个经济上的力量 来平息这样一场群众的运动 来预防这样一场群众的运动 所以今年的十一 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今年的十一呢 大家各种各样的诉求 都可以提出来 猪肉涨价 这是一个诉求 还有呢 其他的很多 比如说老兵 大家要要求公平的 合理的这个退伍的待遇 你们为这个政权 曾经流血流汗 但是这个政权呢 现在没有你们继续 让你们继续 没有理由让你们继续流泪 这是退伍老兵的诉求 那么还有这个强真强拆的 那些受害者 这个时候啊 我们要提出来 我们必须得得到公平的 这个补偿 还有这个失业的工人 我们要工作 要吃饭 还有这个毒疫苗 毒食品的受害者 还有这个 P2P爆雷槽的这个受害者 还有各种各样司法不公的受害者 大家趁着十一的这个机会 一起上街 到哪里上街呢 那么到哪里去上街呢 那最好的地点是在省城啊 省政府这个直辖市市政府附近的那些防滑的商业街 大家到那里去聚集 聚集起来呢 一起唱国歌 唱国歌总部犯法嘛 唱国歌一唱起来 大家感觉到是自己人 然后大家自然的就会形成一个游行的场面 游行到哪里去呢 游行到省政府直辖市政府 当然了 有一些朋友去省政府直辖市政府 不方便的 大家也可以 纠集聚集一些啊 这个维权的人士啊 维权的通道 大家就在就地 在本地的市政府或者是县政府 甚至是乡政府来进行维权 十一期间维权 这是最有效率的 最有可能达到诉求的 这样的维权的时机 一定不要错过 好 我们现在呢 就等到十一件 那么我们现在十一啊 抗议猪肉价格涨价 大家全国各地都可以把这个诉求提出来 提出来这个诉求 我相信中共一定怕得要死 一定会想办法给大家来发补助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下次再见